别不让自己吃几碗干饭 妈你活该 活该 今儿早起就找妈了 视频前对着交警口出狂言的女子 便是本期的主人公庞大妈 庞大妈骑着自己的电动车违规越线 交警前来阻止 结果庞大妈却与交警大吵了起来 那么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视频里这位庞大妈好像一身的怨气没处仨 在一个路口越线之后 一位交警前来阻止庞大妈越线的行为 结果没想到 被这位大妈狠狠地教育了 尽管这位交警一直让庞大妈停止自己的语言攻击 但是大妈却越骂越上头 丝毫没有想要停下的意思 庞大妈表示眼前的这位交警就是找妈 当天这位庞大妈伺候家中的老爷子 伺候的一身都是气 结果没想到在路上的时候 还被一位交警教育了 不让自己越线 于是本来就十分气愤的大妈 并和交警发起了脾气 在交警的数次警告之后 庞大妈依旧不选择妥协 于是交警只好采取强制措施 打算将庞大妈的自行车拖走 但是交警这样的行为 让庞大妈更加的暴跳如雷了 当交警打算将大妈的车子扣起来的时候 大妈却奋起反抗 一边反抗一边还扬言 让交警把领导叫过来 自己想要和他领导当面谈谈 而交警则在旁边表示 由于大妈违规了 所以大妈的自行车才会被扣起来 同时还在跟大妈强调 不要再继续辱骂自己 但是她却什么都听不进去 在路口撒起了脱 表示自己今天就不走了 要和这个交警赖到底 把这边给它拖走 拖走 你拖 我叫你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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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不上 我警告你第一次啊 大妈骑车越线不听劝 情绪激动 对民警放狠话 要找他领导 交警显然不想再和大妈 继续缠斗下去 于是便打算 直接将大妈的车子拖走 但是庞大妈 却一把抓住了车子的后座 和这名交警拔起了河 交警害怕在这个过程当中 伤了庞大妈 于是便率先选择放手 但是庞大妈 重新将自己的自行车回后 却言语中继续侮辱着这名交警 交警忍无可忍 终于情绪大爆发 自己的多次忍让 并没有让这位大妈平静下来 反倒让这位大妈越来越嚣张 于是直接抢过大妈手里的自行车 用自己的声调 压制了大妈的声调 这才让大妈恢复了些平静 由于庞大妈 已经涉及到了辱骂警察 并且还是当街辱骂警察 造成了非常坏的社会影响 这名交警的同事 将警车已经开了过来 随即又来了两名交警 打算将大妈拉进警车带走 我给锁 我给锁车的 警告你第一次 我锁车的 警告你第一次 告诉他 我给锁起来 我警告你第一次 我锁起来 警告你第一次 拍个锅子 骂我八天了 没理你啊 全场可以落下 叫嘴儿骂 骂谁来 应该有设计如景哈 把警车开过来 我不走 把车车带走 我不走 我可以走 把车车坐起来 把车车坐起来 抓一下 抓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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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车车坐起来 把车车抓起来 抓起来 抓起来 进去 抓起来 庞大妈很快便被送去了 当地的派出所 可在派出所里 庞大妈依旧语出狂言 你别喊你死五个人你知道吗 你就拿一个派 告诉你 着眼不淡了 骑车越线不听劝 大妈不仅辱骂 还殴打起了警察 直接被送进了派出所 庞大妈被送到 当地的派出所之后 依旧表现得十分的嚣张 要不是敢管的行李长 就你这几个人 我在哪里 还得给你们练几分钟 我跟你说 还得给你们练几分钟 说话间 整个派出所 都回荡着 庞大妈这嚣张的声音 看来这庞大妈 是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是自己做错了 但是派出所的民警 也是一点都不打算 惯着这位庞大妈 对庞大妈进行严厉的批评 并且表示 庞大妈这种违法违章 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是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的 但是庞大妈听到处罚之后 却丝毫的没有表现出来害怕 同时 这位庞大妈还表示 自己也仅仅只是越了线而已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民警们看着庞大妈破冠破摔的样子 觉得十分的无奈和气愤 最后决定将这位大妈 在派出所当中拘留时日 并且对庞大妈进行相关交通知识的教育 最后 也希望庞大妈 能够在派出所拘留的日子里面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且进行积极的改正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 也就告一段落了 大家对本期视频当中的 庞大妈的行为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底下的评论区进行留言